早晨,2024年3月11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开市追加沽》 今次由台风东方资产管理基金经理朱浅文 和谭海温陪你一起开始 朱sir,今天星期大四有什么焦点? 我们刚刚美国那边 晶片股跌得相对比较多 特别是英伟达 我们亦都看下今星期 晶片股的走势 会不会是继续有些比较急的回吐 或者是瞬间地存定 因为这个 sector都比较影响美股 今个星期应该是星期二公布CPI 下个星期就移息 另外中国这边自己也公布CPI 难得地转回同比和橫比 转回正数 可能对大师有些比较好的支持 当然业绩密集公布期未见分张 比较多的科技企业 都是后段公布业绩 所以今个星期业绩反而不是最大的焦点数 是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ATF 在聊天室里面 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是先升后回的 NVIDIA收市要跌超过5% 美国的道指轻微低开之后到升 一度升179点 收市要到跌68点 收报38722点 标志一度再创新高 收市要向下跌0.7% 收报5123点 纳指早段也是一度创新高 但收市要跌超过1% 收报16085点 欧洲股市个别发展的 法国CAT指数轻微做好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上升0.7% 比特币再创历史新高 一度突破7万美元水平 现货金连续4天破顶 星期五再升超过1% 一起看看几个焦点科技股 上星期五是各别发展的 苹果反弹1% Tesla反弹1天后 星期五再跌2% NVIDIA一度再次破顶 高位见过974美元 收市要到跌5% 收报875.28美元 Intel要跌超过4% 另外零售商Costco好市多 星期四破顶 星期五跌7% 2月托政卿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 是各别发展的 京东港股跌2% ADR回升 折合比港股高出超过4% 阿里巴巴和美团 都比本港收市略高 另外汇控和比亚迪 都比本港收市低 蔚来和小鹏股价 都比本港上日收市高出超过1% 一起看看亚太区方面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向上 现在升90点左右 39688点 首义综合指数升32点 升幅超过1% 升尼普通股指数升80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升120点左右 澳纽的股市升幅超过1% 新加坡交易的降股 刻期早段轻微向下 跌30多点左右 恒指到16300点左右 稍后会继续和大家 跟进港股走势 先和大家谈谈 美国失业率的数据 上星期五公布了两组 就业相关的数字 其实出到来的感觉 或者指引 其实都挺参差的 先说到失业率 失业率的百分比 其实是上升了 由3.7%增加到3.9% 这个失业率的百分比 是超出市场预期的 以及失业人数增加了650万 创了疫后之后最大的数字 但同时看到职位的增长 亦比市场预期好 飞龙新增职位 上星期五公布的数据 是达到275,000个 市场原本预期 就比上一个月大幅回落 市场原本预期只有20万个增长 所以看到最新的数据 其实比预期的增长 都是多得颇多的 现在失业数字 看到失业情况就恶化了 但是新增职位的增长 同时也比市场预期大 看到市场期货的数字 其实主流认为 6月美国会啟动减息 美股的大市 上天看到先升后回 标指和纳指 其实早段都曾经破过顶 之后回落 七红入面 其实出现回落 迹象的股份就越来越多 好 朱sir 你怎样判断 如果真的开始 6月去啟动减息的时候 你怎样预视美股的走势呢? 首先我们就是说 在两个就业的数据 表面上是矛盾的一个 实际我会比较败一点 就是说 那个总体的失业率 是突然间急剧地 按着这个图比的 是所谓的上升 也是普遍大市场的预期 那我觉得这件事 对于减息 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之前我们其实看到 在就业率 点到它最低是大概 就是我们所谓最低 就是说数据是恶化的 是去到大概3.9之前 其实它曾经也是升回的 就是变成是由3.9 又跌回到3.6 或者3.7 那你也知道 其实现在的市场 基本上是对失业率 是看一个相反的形态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的失业率 是相对来说是偏低的 就得到3.5 3.4 那股市如果是会下跌的 因为你很害怕 为什么经济旺得太厉害呢? 但是倒回来说 那个失业率 如果是迫近4 甚至稍微穿回 所以你没有暴力 是4.5 就是4 就不定这样去 但是你如果说 稍微是升穿4 然后可能去到4.1 那时候 市场就说 终于来说是coo down 经济 那就快快去去减息 那其实市场的logic 是这样的 但是之前 看到失业率 都是比市场的预期好 其实是 试过很多期的数据 都是这样的 但是这次呢 它又迅速地 我们叫做 是由3.7 一转下去 就不但没有持平 而且一转 就转到3.9 也都迫近4的边缘 那这个 其实对于 经济的coo down 我觉得整体那个 预视呢 我觉得相对来说 会比较是多一点的 是所谓 就是那个possibility 这个 那至于呢 我们就是说 在飞龙的数据的角度 是所谓 超出市场的预期 那首先呢 其实超出预期 都很多次都是这样的了 那么 我会觉得 现在是上个月的角度 它那个数据 原本来说是大超预期的 那么结果呢 它也是将数据 即押了一个月之后呢 是大幅度地降低回去 所以呢 我觉得 在两者的数字里面 我会比较着重 是所谓失业的那方面 至于我们就是说 在减息的角度 我自己都会觉得 在六月份的减息的机会 都是相对来说 比较大 其实我们看到 一些经济的数据 都开始有少少 是平弱的迹象 这个譬如说是失业率 或者是刚好 就是再之前公布 核心pce 也都没有再超乎市场的预期 那么我们也都可以看完 是今周二 应该是吧 这个是这样公布的 最新鲜的 所谓的CPI 三月公布回二月的数据 对吧 那我们可以看回CPI的数据 会不会和核心pce的数据 是相呼应的 原来都没有超过市场的预期 甚至来说 因为现在CPI 其实在今期市场预期 大概是3.2 这个是OK的 和上个月环比的数据一样 那如果结果来说 是剩下3的 或者甚至是以下的话 那可能也都是进一步 是确认了 一个是cool down的 是所谓的信号 还有我觉得 还有没有cool down 都不出奇的 因为第一 息率在高位维持太久了 而第二就是说 AI的所谓的 概念或者出现 其实可能令到经济去旺 这个旺得来 其实另外一方面 很实际地 有些公司会炒人的 是不是 一个AI 可能都已经可以 顶了500人的工作 有些公司是真的会炒人的 这个真的有这样的例子 如果是这样持续下去的话 其实对于经济 就是说的 就业率 或者失业率的角度 都会有一些 是负面的所谓的作用 从而都是cool down的经济 因此我会觉得 这个息率 我自己不是很认同 因为之前 我息率搞得太灰 那时候 有些经济学家 就会觉得 今年全年都不减息的了 我自己就不是很buy 这一套的 我始终都会觉得 可能是6月 甚至是最糟糕的 可能6月再多退期 那应该都是开始减的了 那个经济不是想象中 是强悍到那么重要的 嗯 那在你的评估上 譬如说真的6月啟动减息了 那那个美股的走势 你又会怎么评估呢 那很多人呢 在本能反应里面 就觉得 特别是我们香港人 这个 因为我们香港人 其实那个股市 是会直接受到 那个息率的困扰 是不是 就是美国就不关事了 你看到好像 越加息那样 那些股份率越升 那你发觉 那你发觉 譬如英伟达那天 就是上星期 5个%以外 那其实都是一种 这么大市值的股份 都是在说两年的时间 是十倍 又是低位接近 是不是 那跟息率根本来说 是零关系的 那可惜我们香港这边 不是嘛 我们香港这边 是真的受那个息率困扰 都困扰了很久 是不是 楼市都困扰到要全部 一次个撤纳的 那你也知道 那个负面 的浪费有多强 是不是 但是我们就是说 所以香港这边的人 我想表达一个就是 就是说香港 其实投资者 就会寂寞 反应就是觉得 快点减息 这个减息 全世界都会好 这个无论我香港这边 或者美国那边 都会好 那这样 我觉得需要修正一件事 就是香港这边 可能真的会好 因为真的困扰了太久 太辛苦了 这个 美国那边 就会可能有少少 是很短线的角度 起码 可能是 sell in rumor buy in rumor sell on fact 是有机会 因为你要明白 其实市场在说 是整天充劲减息得来 其实它的股市 已经不停地上升了 对不对 那会不会就是说 有一种 刚才我刚才说的那句 就是说话 会不会就是说 减息减息落地的时候 就是说减息了 比较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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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稳